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居一家以世界宗教为主题的博物馆 里头竟然有鲜为人知的蔬食好滋味 食堂经营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理念呢 蔬食也有麻辣锅专卖店 沿袭四川麻功夫 还有多种主食配餐 连不是辣的赫赫都上瘾 创办近20年的世界宗教博物馆 近两年在馆内开设了蔬食的食堂 晨袭宗教博物馆和谐共生这样子的理念 他们用美好的蔬食替旅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位在中和区的世界宗教博物馆 汇聚多元宗教文物 秉持和谐博爱理念创办 馆内信心的展品导览 更附设蔬食餐厅 替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友善的用餐空间 当旅客来到我们世界宗教博物馆的时候 他会来参访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他逛完之后就会从七楼的出口 走到了我们的礼品店 走进我们的这个食堂 然后来放松一下 然后品尝一下台湾在地的这种风味 没有刻意的宣传广告 仅以诚挚的餐点打动考课 充满蟬意的装潢摆设 店名更有察觉自我的抑郁 因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呢 它的最初的这样的理念是 希望可以借由宗教来启迪人们 找到灵性的智慧 找到了食堂呢 其实有一点暗喻着 就是找到我们的灵性智慧 因为它特别难找 跟我们的食堂一样 找到了食堂它就位于七楼 所以其实一般人不容易找到 那大家应该都有 失而复得的这种感觉吧 就是当你找一个东西 然后找很久 最后你找到了以后 你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其实我们觉得找到了 也有一种 适而获得这种开心的感觉 那灵性的智慧 本来就在我们的 本体自心里面 所以不是遗失 而是从来没有发现 所以找到了也有一个 就是暗喻着 我们一定能够找到 我们内心平静的那一个部分 找到该找到的人我关系 在食材的选用上 更供应友善大地 与之共生的小农作物 简单料理出纯粹的风味 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然后我们特别找到 一个退休的老师 台湾的小农 他很用心地去栽种了 这个台庚九号 那为什么台庚九号这么特别呢 原因是因为它其实需要花很大的力量去种 然后它获得这个米的量 比一般的米还要少一些些 所以一般大部分的农民 都不太种这个台庚九号 那台庚九号它有特殊的一种健康成分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蛮好的 然后我们特别遇到这个老师 然后他愿意把这个栽种的这个爱心呢 特别留给我们来使用 然后我们也特别选用了快乐的叶酸蛋 那快乐蛋的话就是 它是友善饲养 就是这个鸡是在快乐的环境下 所生产的蛋 那我们陆续也会开始再找更多的 就是台湾在地用心栽培 或是友善大地的小农 来使用这些食材 提供给我们的顾客跟来宾这样子 店内招牌十里香豆腐 细心炖煮的臭豆腐 咸香下饭 看似简单却层次十足 我们的十里香豆腐呢 我们是选用就是纯手工的臭豆腐 那它的质地呢 它是比较可以吸附汤汁的 它会膨胀 那孔洞就会比较多 那它的质地也比较柔软 不会那么的扎实挺腻这样子 所以它的品质算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是用红烧的手法去做 所以它吃起来其实是 味道稍微比较重一点 那带一点辣 然后有点红烧的微酸在里面 这样子 然后搭配一些酸菜香菜 然后我们特制的焦麻油 提升它的香气 另一道微酵咖喱饭 也是人气必点品相 多种蔬菜打制的咖喱酱 是后功费食才有的浓郁口感 咖喱饭的部分呢 我们是采用比较偏日式的做法 它的整个咖喱酱里面 都是用很大量的蔬菜去熬制的 我们没有添加任何人工的淀粉 然后纯粹都是用蔬菜的浓度 去把它搅打成咖喱酱 所以它的食材全部都是纯天然的 那它的稠度也是全部来自于蔬菜 那我们的摆盘部分 我们还会有就是丰富的蔬菜 搭配我们使用的快乐叶酸蛋 它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在世界宗教博物馆里 与各大宗教自由对话 在食堂里沉淀心灵 感受愉悦舒时 传递尊重包容信念 找到自我灵性智慧 世界宗教博物馆其实是一个 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够启迪人们的灵性 那灵性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快乐的生活 或是一个自在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它参观完这样的一个各个宗教 用不同的方式 不管从艺术或是从仪式里面去 得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之后呢我们希望它从饮食当中就能够 也能够体会到这种我们希望呈现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它就会到我们这边来用餐 那它在借由用餐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 这样的用餐方式 这样的烹调方式 跟我们在家里的不太一样 不会过度 也不会说不足 然后让它们借由这样的方式来了解 原来生命或是生活 它有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夏天是火锅的淡季 但是这一家蔬食麻辣火锅店 在夏天依然高棚满座 他们用中药还有老姜熬煮的麻辣锅底 搭配上吃到饱的火锅料还有小菜 连荤食者都爱上的美味 赶快跟着赫赫一起去瞧一瞧 今天带大家来吃这间只有老饕才知道 而且开了十多年的蔬食麻辣鸯锅 这边不只卖锅之外 还有面是可以让你选择 而且汤头绝对是名副其实的 要小心上瘾 到底会多让人成瘾呢 跟着我一起去试试看吧 走 哇 你看 这个水晶脚好Q弹 可爱哦 还有这个我觉得很特别的 碧玉笋 这个冰枣啊 只要下去涮一分钟 然后里面还富含丰富的胶质哦 汤头呢 是由店长远父从庆取经 并在汤底里面使用了二十种中药 还有老姜下去制成的哦 口味很醇厚 多令人上瘾 哇 那我们很厉害的麻辣锅汤底已经上桌啦 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喝一下 听说它里面加了二十种中药 然后还有老姜下去熬煮的哦 来喝喝看 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厉害 哦 好香哦 这个辣很够味 它是直从脑门的那一种 有一种淡淡的中药味在里面哦 那么我刚刚加了我觉得两样很特别的东西 我想要介绍给大家 就是这个冰枣 然后还有这个也很特别 碧玉笋 它是那种金针花的金 我们刚刚下了满满的料 来吃个薯金椒 吃一盘 然后还有那个碧玉笋啊 我最想要先吃那个水金椒好了 看起来太可爱了 我觉得它这个好像这样结合在一起 就没有那么辣的感觉 煮出来的食物没那么辣 再来吃这个碧玉笋 感觉它里面应该会很辣哦 都把那个辣吸收在里面 虽然说外面是有那种汤汁 可是里面吃起来是清甜的哦 好 那我们再来吃一个我刚刚很推荐的这个是冰枣 它冰枣其实下去只要涮一分钟就好 好黄哦 就这样滚溜进去了耶 然后如果你觉得它不够味的话 店家有这个黄金比例的特制酱料 好香 嗯 真的这个酱更香耶 因为它这个酱里面本身就有很多层次在里面 然后这边它其实也有面可以让你选择 就是如果你这个觉得吃有点想要换一下口味 你可以再点它们的乡村拌面 周末 还有炸物限定 这个看起来很厉害对不对 这个是炸杏包菇 好好吃哦 外面就是有一个薄薄脆脆的那个脆度在 然后里面吃进去是湿润 然后是鲜甜的哦 然后还有这个啊 它上面撒满花生粉 然后它跟外面的那个米写不一样是 它是用紫米跟海苔下去做的 我超级推荐大家来这边吃 因为你看 我身旁这一大柜的蔬菜任你选择吃到饱之外 这样吃是绝对是 讚 有够满足的 而且我真的是刚一上桌我眼睛整个大量 太多可以吃了 又太好吃了 有机会来的话 绝对不要错过这一家 可以满足你的味蕾哦 人生长在台湾啊真的是太幸福了 有各种美食吃不完 还有各种的宗教和谐共好 更是蔬食首屈一指的胜地 所以下一次不妨逛逛宗教博物馆 好好的吃吃美食吧 蔬果冲和制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